这个车要在这吊个头 刚给它卸完车 现在是空车 咱看它在这能不能吊过 首先是肯定是往后倒 然后把车尽量的往左边靠 感觉开大车的师傅们都不容易 各种场地都要适应 为了挣钱真是没有办法 咱就说这地方吧 如果拧抱一根轮胎的话 那这趟肯定就是白干了 但是又没有别的办法 只有这一个方法来掉头 好了废话不多说 咱看它怎么转过来 咱看它 这个季度 我们会看到 这两个人叶子 whether我们想起来 在冒一样的 我们想起来 我们想起来 后边卡住了 后边的保险杠卡住管子了 我估计怎么也是怕 把人家管子给压坏了 师傅们还是挺负责任的 弄好了 看它能不能开出去 还行啊 顺利的开出来了 师傅们都辛苦了 不容易 祝你一路顺风 拜拜